呼伦贝尔,阿尔山深度77日游 第一天,草原明珠海拉尔根河 海拉尔末日格雷河,俄尔古纳,敖鲁古雅,迅路部落,驻驻根河市 我们今天草原初体验,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 沿途油菜花应季的时节,还可以观赏大片油菜花美景,前往根河 这条公路是草原和大兴安岭的过渡地段,沿途美景非常漂亮 从呼伦贝尔城区出来,咱们直奔末日格雷草原 到达那里后,我相信小朋友都会纷纷冲进草原,追赶牛羊,欢呼雀跃 他们对草原的好奇,对牛羊的热衷,莫过于对玩具的喜爱 大自然的神奇,大草原的美丽,何尝不是小朋友欢乐的乐园呢 这里有牛羊相伴,蓝天相守,白云相衬,绿草盎然 有末日格雷草原,就有末日格雷河 他们息息相关,生生相惜,好像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 彼此融入自己的心中,一起走向遥远的未来 永远不会老,末日格雷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路 由东北向西南,流经著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驻入呼河诺尔湖后流出,汇入海拉尔河 全长290多公里,属中俄界河,俄尔古纳河水系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称为的第一驱水 午饭后,驱车前往有着亚洲第一湿地著称的根河湿地 可乘坐景区观光游览车进入,到达720米的主峰 远眺成片的绿色植被,根河蜿蜒 山顶处属于俄尔古纳市的制高点 望尽这座小城蓝色粉色屋顶交错的漂亮世貌 最惊喜的是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格桑花和向日葵 还有葵花子呢 这里是中国目前原状态保持最完好 面积最大的湿地,深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 这里主要是看驯鹿部落的生活,尖顶的帐篷,还有鹿奶及鹿奶制品 有时可以看到现场烤脸吧 体验驯鹿之乡的生活,和动物们亲密接触 第二天,根河市中俄华裔林江屯 根河墨尔道嘎太平村月牙炮老鹰嘴林江 今天主要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美景 咱们走走停停,随玩随拍 轻松自由,野果应季时节 咱们可以自己动手采摘天然蓝莓及森林野果子 晚上入住体验俄罗斯特色木克冷房间 行驶在林间幽静之间 路两旁的树林遮天蔽日 犹如穿行在一条绿色隧道里一般 沿途的景色令人陶醉 简直就是一次最美的视觉享受 微微群山,横梗排出,位已起伏 深邃而又广阔,大气磅礴 如果是在清晨,这里云雾缭绕 时而云海茫茫 时而如丝如絮 山形在博物中若隐若现 加上霞光的不断变换 如梦如幻,是一个绝佳的摄影好地方 墨尔道嘎的美食中 山珍是排在第一位的 从一条腿的蘑菇到四条腿的鹿肉 加之应季野菜,野果,应有尽有 每年七八月份 各种浆果和蘑菇漫山遍野 游客可以大快朵移 太平村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 却在地图上找不到的 只有十几户居民在此居住的小村 来到这里似乎走进了与人间隔绝的世外桃源 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 没有车流的干扰 小村的木克棱房屋和木板杖园子 他们静静地安立在村中 用独特的方式诉说着百年的沧桑 老鹰嘴的西面附近 种植着大片的油菜花和麦田 这里也是电影麦田的外景地 在老鹰嘴是人与自然融合的地方 科学的轮耕 土壤得到很好的保护 在获得人类需要的粮油同时 自然也没有被破坏 在老鹰嘴 一边是完全的自然风光 一边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农田 无论你选择哪一边作为背景 都可以拍出美轮美奂的照片 呼伦贝尔去临江村 临江村虽然说没有以前原始了 但是村庄周围的油菜花田 小麦田 临江村的东山日出 南山日落也是很好的拍摄点 临江村特别爱起雾 大雾一般都在七点以后才消散 临江村拍日出不是拍太阳 所以你不需要起太早 主要是拍摄雾气将要散尽的江面 临江村全貌和农田 可以选择在临江村住宿一晚 拍摄临江村的木屋和村边黄色的白画树 非常美 第三天 临江到黑山头 临江到市围到边防绍卡公路到黑山头 今天我们穿越原始森林回归草原 途径有着最美少卡公路之称的卡县公路 途中有中俄介河水 常年冲击形成的太极八卦图美景 今天还可以体验入住蒙古包 考全羊 草原策马奔腾 勾火晚会等蒙古族娱乐活动 视为俄罗斯民族村 俄尔古纳市的一个小村庄 央视平选的中国十个魅力之乡 也曾入选中国一百个美丽的乡村 视为的村头是俄尔古纳河 和对岸是俄罗斯远东的小村庄奥洛奇 两个村庄隔阂相望 相距不过三百米 当年闯关东来淘金的山东汉子 吸引了对岸漂亮的俄罗斯姑娘 于是好多的山东汉子与俄罗斯美女成婚 形成了历史上独特的华俄后裔 来到这里使广大国内外游客不出国门 就能感受到异国的风 边防哨卡县并不是什么景点 而是一段风景绝美的边防公路 由边防哨索而得名 这里沿线的草原 又与陈巴尔湖草原完全不同 陈巴尔湖草原是大片大片的绿色 回燃城 而卡县的草原是彩色的 浓墨重彩 它绿的绝绝 红的浓烈 黄的灿烂 好像上帝的画笔下的稍微有些重 卡县的美是用相机无法记录的 你必须亲再去 亲自穿行在这雄魂壮阔的五彩草原间 才能体会到那如炎炎烈日般的激情啊 天堂卡县 最美公路 在呼伦贝尔 见最美的风景 就是在五卡七卡九卡这边的边防公路上 天路 所以手机相机准备好 狂按快门及拍摄键吧 人生一定要走一回的 黑山头一个小巧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看到夕阳西下的美丽景色 由于太阳落山的方向是俄罗斯 所以黑山头的夕阳尤其归例 每当人们犯夕阳西下的时候 咱们驱车来到山顶俯瞰夕阳西下 面对这里 似乎比面朝大海更能让你舒怀 你春暖花开了吗 面对这里 我想任何的人都可以静下来吧 内心可以无限释放 等你释放后 你就会笑开怀的 我们将一路行走在中俄边境的草原上 这里是呼伦贝尔原生态 保护好的草场 称之为摄影之路 途径大自然景观太极八卦图 和乌兰山的壮美 之后我们还可以看见中国的少卡 以及对面俄罗斯的村庄 五卡 六卡 九卡 不同的卡 其实是古代的驿站 现在是一个个村庄 有边防军驻守 整个路段 草原丘陵地带 地势平坦 河谷开阔 一路美景如画 除了路过村镇 路上手机基本没有信号 偶尔有信号 还是漫游到俄罗斯的 接打电话 都是国际长途哦 第四天 黑山头满洲里 黑山头186彩带戒和呼伦湖国门 满洲里套娃广场 夜拍俄式婚礼工 今天我们在边境公路一路前行 继续沿着戒和草原公路前行 戒和对岸 可见俄罗斯村庄 这里有爸爸去哪综艺节目的拍摄地 可以参观明星入住的蒙古包 还可以体验爸爸去哪综艺节目内容的游戏活动 到达目的地有着小香港之称的口岸满洲里 满洲里的夜景非常漂亮 咱们可以夜晚漫游满洲里 体验俄罗斯风情 186这个数字 只是这里公路的一座里程碑的数字 正赶上这里的山坡上 可以俯瞰与俄罗斯交界的河流 呈现九区十八万的形态 所以确立了这里的名字为186彩带河 蜿蜒的河水在太阳的光线辉映下 呈现一条彩色的绸带摆在中苏边境上 远处的俄罗斯山巒起伏 承托出一幅美丽的图画 巴尔湖草原是著名的呼伦贝尔草原 牧区四旗之一 有莽 汉 厄温克 达沃尔等 14个民族生活于此 我们今天驱车一路走走停停 边走边玩边拍 不赶时间 呼伦贝尔草原初体验 领略草原自然风光 大湖如大海般 拦到天尽头 这里可以品尝野生天然的 这全渔宴乘坐冲锋 摩托艇水上娱乐项目 美丽的呼伦湖 到这里就是一种情怀了 水边剪剪玛脑石 吹吹风 来草原就是放松陶冶心情的 不是吗 那这里就太适合了 毕竟国门一定要来 你来之前就知道它没啥 但是还是很想来 因为是情怀 哈哈 里边内容其实挺丰富的 不单单是一个大门 可以看到一些历史内容 国门建筑可以进入 在顶层能看到对面俄罗斯国门和城镇 可以发现满洲里的城市建设 真是甩对面好几条街 偶尔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国门那头 开来一列长长的运木材火车 现在的国门是第五代了 是最大的陆路口岸国门 国门对面是俄罗斯的后贝加尔斯克 是赤塔州的一个小城 距满洲里九公里 人口七千余人 套娃广场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很有俄罗斯特色 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套娃 孩子一定非常喜欢 娱乐项目都是小孩玩的 像碰碰车等等 晚上还有俄罗斯表演 晚上的景色更美 美轮美奂 而且非常值得肯定的是 当天的票可以进两次 比如上午玩完了 可以出去去国门 晚上还可以进来看夜景 这是一个比较浪漫的地方 尤其晚上灯光特别漂亮 这里也是满洲里的最高点 可以看到满洲里全城市的夜景 婚礼宫内还可以看到俄式的婚礼庆典表演 婚礼宫的夜景非常漂亮 整个婚礼宫被灯光映衬的金碧辉煌 第五天 满洲里到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 满洲里物力集图圣水源泉 诺曼海战争遗址 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 天池镇入住 今天我们途中可以品尝天然矿泉 沿途诺曼海战争遗址 参观下战争的遗迹 前往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 整段好好休息一晚 手机相机充好电 第二天会有更多美景等着我们 伊和乌拉被当地的牧民尊为圣山 每年的6月6日 在这里举行大型的祭敖包活动 人们认为高山是神灵居住的地方 以祭敖包的形式来表达对高山的崇拜和敬仰 是对伊和乌拉最神圣的膜拜 按照当地的民俗 献上心中真诚的祈祷和美好的祝福吧 诺曼海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夕 日本侵略军为经蒙古国占领苏联远东地区 实现蓄谋已久的北京计划 于1939年5月 在金辛巴尔湖佐齐诺门罕布日德地区 及金蒙古国哈拉哈河下游两岸 与苏联发生的一场战争 及历史上著名的诺门罕战役 你是否想了解诺门罕战役情况呢 那你就到呼伦贝尔的 辛巴尔湖佐齐 乌布尔宝利格苏木来 从展览的介绍中 你可以感受这场震惊世界的战役的深远意义的 乌苏浪子湖 原名49号泡子 清晨 朝霞映照湖面 射出万道金光 白天 无数的白鸥 野鸭 鱼鹰时而追逐嬉戏 时而腾空而起 湖中天鹅 鸳鸯成双成对 自由自在 伴着幽扬的鱼哥 一条条鱼粥 轻轻荡着霜江 穿梭湖中撒网捕鱼 游然可乘船锤掉 亦可亲手烹调 原水化鲜鱼的佳肴 品味各种肥鱼的鲜美 尽情地享受天然的洁净 别有一番情趣 第六天 阿尔山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八大景区 阿尔山森林公园八大景点游玩 大峡谷二 驼峰岭天池三 杜鹃湖 四 龟贝岩 五 石塘林 六 天池七 三潭峡八 地池 阿尔山公园大多景点都是火山岩地貌 火山爆发后美景 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 镶嵌在碧波浩瀚的大兴安岭领海中 其矿泉资源得天独厚 矿泉群即饮用 西域 治疗于一体 被称为天下齐全 哈拉哈河 柴河 伊敏河 蜿蜒而过 其间还点缀着许多湖泊 公园处于高原大陆性气候区 冬季寒冷漫长 夏季短促凉爽 还具有当今旅游夜虫上的阳光 空气 绿色三大要素 是天然的旅游 猎奇 避暑 休闲的好去处 天池位于阿尔山东北74公里的天池岭上 海拔1332.3米 仅次于天山天池 长白山天池 居全国第三 天池像一块晶莹的碧玉 镶嵌在雄伟瑰丽 林木苍翠的高山之巅 湖水水平如镜 倒映苍松翠柏 蓝天白云 景色万千 山中水气欲结 云雾阴晕 山头火雾缭绕 白云时而傍山生腾 时而翻轨而下 郁郁匆匆的松化 何为池畔 一律摇翠 构成了天池独特的自然景观 天池有许多神奇的地方 一是九汉不和 九雨不易 甚至水位多年不升不降 二是天池水没有河流注入 也没有河道泄出 一红池水却洁净无比 三是聚天池吉里的姊妹湖 风产鲜鱼 而天池却没有鱼 四是深不可测 有人风趣地说天池与地心相通 三潭峡位于距阿尔山市温泉街 77公里处的阿尔山林业局 天池林场境内 由硬松潭 硬碧潭 龙凤潭 三个深潭组成 南壁陡峭险峻 北壁由巨大火山岩堆积形成 欢级的哈拉哈河 从河谷穿过 火山熔岩布满河床 水深处拨平如镜 南建起底 水浅处仍可踏实涉水而过 古人永赞三潭峡 神奇灵秀三潭峡 清泉秘密绕山崖 喷猪剑狱何处去 魂系摇摇东海家 第七天阿尔山草原明珠海拉尔 阿尔山七仙湖草原 若干湖敖包到八燕湖朔草原海拉尔 今天祭拜草原敖包 天下第一敖包 敖包相会的歌词 就是唱到这里 返回草原明珠海拉尔 此七天轻松自由行 咱们随时停车 边走边玩边拍 游玩时间自己掌控 自由随性 纯文无购物线路 也可根据您的需要 来设计和调整 七仙湖草原 被誉为绿色净土 北国外誉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与阿尔山市北部皮帘 呼伦贝尔的名誉 呼伦湖与贝尔湖 蒙语中 呼从为水猎之意 贝尔为雄水猎 草原梅波万象 广湾无边 积木远望 羊群如彩云修彩 蒙古包似白翻点点 只汗的蒙古族小伙子 策马扬边 悠扬的穆哥伴着马头琴声 在草原上回荡 一派如诗如画的游牧景象 诺干诺尔 蒙古语绿色湖泊之意 原明超一亲茶干诺日 又称茶干湖 龙凤湖 诺干湖 以诺干湖为中心 湖北岸是原始张子松林带 湖西岸是开越的草场 湖南部是水草相间 和野鸟聚集的湿地 湖的东 南 西部是绵延起伏的 丘陵远山背景 各种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敖包是蒙古族的重要纪理载体 在古代 蒙古人把一切万物 都看作神灵来崇拜 从而也崇拜山川 及大地的其他各部分 或掌管这些部分 在神灵 人们出门远行 凡路过圆包 都要下马参拜 祈祷平安 还要往笑包上添几块石头 祸及捧土 以求吉祥 这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 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 射包相会 在我国流传了近半个世纪 您可曾知道 这部电影的外景 就是在八雁忽朔拍摄的 那首敖包相会 就是从这个敖包 分传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在八雁忽朔拍摄的故事片 在八雁忽朔拍摄的故事片